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精读问题,BibleGilgailHK 这个版面就是我们Discord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一个讨论区来的 你见到下面有一项可以传信息 这个版面可以打字,输入图片,影片都可以 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介绍 我们将左边的区域和年灯和高灯都是差不多 但我们主题就是圣经和基督教相关的东西 而在最顶上我们就划分了一个区域 就是我们圣经精读相关的东西和我们对于基督教立国的一些研究 会放在这里 而下面就有另外一些题目 包括基督教的新闻 我们会不时放一些上去 包括基督教的重点新闻 有香港的新闻 两岸的新闻 国际的新闻 和以色列的新闻 这些全部 主要是focus在 和基督教和神的国有关的事情 就会放上去 都是不时放上去 另外 我们因为是以教导 牧养 宣教三个方向 来到去 建立神明义国徒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教导类别的 这里就包括了圣经的研究 下面就有专门 摆旧药的 有专门摆新药的 另外也有些是和犹太人有关的研究 可以放在这里 另外有些和 text 和原文有关的 就会在原文传言那里放 而另外有些和刺经 和相关的内容 也都可以放在这里 做个探讨 这个就是教导的类别 再下去就是一个 宣教类别 暂时就包括了有全世界的历史 有 游戏动漫 有宣教策略的研究 和整个的教会历史 都在这个宣教里面 去摆放资讯 接着到这个 牧养类别 包括了牧养和辅导 牧养全家 就是家企 然后就是堂会的经营 就是和教会堂会有关的 另外就是fellowship 就是团契 小组等等有关的东西 就会放在这里 另外就和ars有关 包括文艺 音乐 敬拜 可能就是后会放在这里 可能如果敬拜的内容 会多的话 之后再开一个worship 暂时不开 另外最后就是生活 经济 健康 就是富汉 就可能会放在这里 但是我们 不是一个传媒机构 我们只是一个评论 就是一个讨论区 就和年灯 和高灯是一样的 之后焦点就是 放在木羊里面这个范围 下面还有英文的channel 因为原本就有人 在这里讲英文的 另外下面就有 护教系列 什么护教系列呢 就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是需要护教来包装的 包括天文学 科学这些东西是可以探讨的 神秘学 都可以在这里讨论的 这个是属于我们需要护教的范围 所以最后就是一个护教讨论的这个区域 而下面就是预留了有几格 就是一个公开的聊天室 其实呢 可以 用来在一个 这里有一个语音 或者好像zoom的形式 你就可以立刻做这个连线 就是聊天的 这个 无论是手机也好 或者是这个 电脑也好 其实都是可以这样用的 所以都挺方便的 暂时呢 我们的 做法是这样的 牌板是这样的 那我们今天有什么 主题所说的呢 那 做一个 模式 让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的 其实这里我们在看一个教会历史 前面就放了一些资料 游五巡哲的运动 阿蘇撒街的復兴 其实都是在其他不同的连线里面看到的 而其中找了一条连线就挺有趣的 这里就讲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忘记阿蘇撒街大復兴的女性领袖呢 那我们今次就特别就是 讲这一段的内容 其实这一段内容就不是我们的内容 那这一段的内容就是来自这个CBE的 International的这个内容 那你 你见到其实它原本是英文来的 整大段都是英文来的 那它出自是英文 外国的一个网站来的 那我觉得有兴趣 亦都跟大家分享 那就 不在我们的主线之上 所以我们就放在discord里面 有兴趣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 那我开始读这个内容 那我开始读这个内容 那这篇文就讲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忘记 阿蘇撒街的女性领袖呢 那这个呢 Google就译它做子街的 因为阿蘇撒 就是这个子 这篇文章 那要讲了 编主说 就是作者就说 这篇文就是我们2021年 黑人历史月 和 虎女历史月系列的第2篇 在2月和3月期间 有一个互惠的blog 就将发表有关于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 的黑人妇女 和有色人种妇女的文章 就讲述 和复述 我们送养祖先的故事 他们经常被历史书 忽视了 和歪曲了 我们就希望这个系列 能够激发 激励你继续去了解 更多关于 神所命定的平等 而奋斗的平等主义类性 以及我们可以继续为他们 开始的工作方式 这个就是CBE International的作者 的说法 那我们就开始看内容 他说 我自小就是崇敬1900年代初所发生的 亚苏萨佳事件 而根据口头的传统 这些事件是五秦节运动的跳板 我的家族血统 自豪地拥有 四代基督里面 上帝教会的成员 因为我的家庭成员 很高兴 也通过这个教会 就是美国最大的 五秦节教派来伏事主 虽然这个是以非裔 美国人为主的组织 有着悠久的历史 并在我心里面 灌输了对上帝 和上帝话语的心爱 但是我相信他一直 都是努力 延续深受影响的 復兴的遗产 特别也是涉及到 女性的领导 公平点来说 这个COGIC 并不是唯一 未能坚持 阿苏萨佳最初愿景的 基督教教派 其实他说 整个教会 都未能实现 真正的 Colonia 好,稍后会解释 这个Colonia 阿苏萨佳这件事 被广泛认为 是五秦节派的 发源地 而根据 大尔T 欧盟的说法 就是 威廉J 西魔的领导下 阿苏萨佳 復兴 发起了一场 全球性的五秦节 运动 而这个运动 可以说 已经成为了 这个世纪 基督教的主要 全球的全教形式 说到全世界 全球是236个国家 超过了6亿的信徒 都是声称自己 就是五秦节派的信徒 这个就是世界上 第二大不同的 基督教团体 而 罗马天主教 就是第1个 接着他就说 飞润 飞 美国 女性领袖 和 阿苏萨佳 包容性的 原景 这样 这里说 阿苏萨佳 復兴的 创始人的初冲 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作者就说 我相信 它是 借根于 希腊文 这个 Colonia 即是 跨越种族 性别 阶级 和教义信仰的 社会界限的 真正 基督徒的 团体 团契 对于 亚苏萨佳的 领袖 威廉 西摩 来说 这种真正的基督徒团契的愿景 显然延伸到雷城的身上 而事实上 亚苏萨佳的妇女们 亦是积极参与 复兴运动的领导 而根据 亚历山大的说法 最初 在亚苏萨佳 传道部 负责審查 潜在传教士 和 福音传道者的案纳 和其他 熟灵和行政监督的12名长老当中的6名女性 想象一下 半数的长老都是女人来的 而在我2021年的教会背景下 我不知道有多少 主要的教派可以提出这种说法 然而在1906年情况就是这样 接下来的段落 我将会重点介绍 两位在复兴当中 工作当中的合作伙伴的partner 女性 首先有神学家 谢礼仪 桑德斯 讲述了女性在塑造西魔生活当中的作用 西魔在很大程度上 都得到这些女士的指导 并且为她的事工也提供了一些背景 这些女性 参与了她精神发展的各个方面 此外女性亦都愿意 跟随她谎言的教议 并且作为公众见证人去体验她的全部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西魔请来一位她在复兴运动之前所认识的女人 叫劳西法罗 提供这个帮助 并且在她死的时候 任命一位的妇女 负责 全道事业 叫珍妮 艾文斯 细莫 所以这里就开始介绍其中两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叫劳西法罗 威廉西魔在德克萨斯州的优斯顿遇见到劳西法罗 这个劳西是一个非裔美国的女牧师 曾经在查尔斯福克斯 帕勒姆担任 家庭教师 这个劳西就出生了一个奴隶 是废奴主义者 佛雷德里克 杜加拉斯的侄女 而去到1890年 他就住在优斯顿成为一个寡妇 生了七个儿子 其中只有两个还生患 劳西在优斯顿的一家 小型宣教的教堂里面牧养 他是第一个向西魔介绍讲方言的人 而根据这个说法 就是 劳西是第一个会讲方言的非裔美国人 他还将西魔介绍给查尔斯 帕勒姆 帕勒姆 说到当阿苏撒加 大复兴 在 洛杉矶开始的时候 西魔就呼吁他的朋友 劳西 劳西就过来帮忙 他就将被称为 瘦高的侍女 因为很多接受圣灵 和语言恩赐的人都落手 这个劳西就经常被称为 五秦节派之母 但是 这个劳西并不局限在 阿苏撒加 他周游各地 进行復兴 传播福音 到1906年 他就将前往 利比里亚的 约翰逊 维尔 根据报道 他超自然地 能够用自己的 语言 和黑老人交谈 路西认了另一位著名的女传教士 朱利亚哈坎斯 邀请来到非洲 我亦鼓励你了解一下 这个朱利亚 这个 生活的事工 接着就到另一个人 就是珍妮 艾文斯 西摩 其实这个人有什么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威廉的西摩 一生人里面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其实可能就是他老婆 叫做珍妮 艾文斯西摩 去到1908年 復兴运动 已经开始了大约两年 然后他们又结了婚 他们的婚姻 本来也引起了争议 西摩的一些亲密朋友 同时都认为 其实独身 才是好的 结了婚 就会分散了人 对主工作的注意力 而珍妮 在他的特派团的 领导当中 亦都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他定期在礼拜意识上 并且在西摩不在的时候 亦都为他代替了代劳 他有时也会代表他出行 1922年 当西摩去世之前 他就把全教团的领导权 交给他老婆 珍妮担任牧师 并且服务了14年 由于经济压力 他在放弃教会领导权三年之后 就过世 享年就是62岁 威廉西摩对于平等主义的事工的愿景 强大 而且引人注目 那年的黑人洗衫 妇人 将在一个受过教育的 白人的妇女隔离工作 西摩对女性的事工的理解 可以在1907年9月版的 使徒信仰里面找到 这里就这么说 就是说 在耶稣升天之前 从来都没有人 将性高油倒在女人的头上 但是他在组织他的教会之前 他将他们全部都叫上楼 无论男人女人 并且都是用圣灵的油来高他们 从而令到他们有资格 在福音上做事奉 随着当日 他们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传道 在基督耶稣里面 是没有分男 没有分女 都是一 桑德斯就将这个总结为 一种具有魅力的合作事工的模式 和两性之间的授权 而其中的权威 和认可 就是基于 对精神恩赐的 运用 与 小插曲 就是这个舌宇的小插曲 他是一种将所有人 吸引到一个教会里面的力量 是没有种族区别 或者障碍的 也都正如《小行传》所说 圣灵 是合一的首要代理人 最后一段就说到恢复 阿蘇撒佳的 这个愿景 不幸的是 随着复兴的继续 停止在事工当中 肯定女性的文化压力 亦都增加了 据报道 在1915年的时候 西摩对一些白人的种族态度 亦都感到失望 他自己 亦都在他的教议声明当中 制定了一项 限制女性功能的规定 他就说所有的案纳 都必须由男人来完成 而不是女人 女人是可以担任牧师的 但就不能够 在一项工作当中 做施洗和案纳 而开始 是一场美丽的多种族平等主义的运动 他就跨越了阶级的障碍 诞生了很多中派的统一世界观 但是被种族主义 和排斥所破坏 这个也都确实 背离了最初的愿景 这样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从中收集到什么信息呢 有一句非洲的言语 这样说 如果你想知道 他会怎么结束 就看看怎么开始 如果美国 五旬节运动的开端 是可以体现出多种族 多民族 多中派 女性负权的教会领导的话 我们也没理由不这样做 模板已经铺好了 基础 也都奠定了 也都让我们回顾过去 告知我们的未来 如果教会想要实现 这个种族 性别 阶级 和教会的colonia 我们就必须从错误当中 吸取教训 我们必须实践 以恩赐 为基础的领导 我们基于 礼物的 领导实践 应该在 相互 和 互惠的背景底下 进行 换句说话说 必须有一个 旅行 和欣赏别人的礼物 我们还必须通过 不压制他们的声音 来恢复所有人的人格的尊严 社会边缘的人 仍然有很多人 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们增加了丰富历史 也就是教会 这里就是这两个女人 来说 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照读了他的内容 我们就 了解到 原来 这个阿蘇撒街的 故事 原来后面 还有 女人的故事 这里有很多女人 这里特别 有两个 是黑人的 女人 我认为 这件事是有趣的 所以 也都 放在 Discord里面 我们日后 都会这样 把有兴趣的东西 放在Discord里面 亦都在YouTube里面 读给大家听 希望 在一个开始 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们今节就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吧 如果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会订阅 我们就会订阅 大家 这个 感谢观看